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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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可以发朵财 朵财 发朵财 发朵财 咱们河岛今天斗上红了 大年初一 一般老人讲说 大年初一第一天 心情愉快快乐 给一年的都带来好心情 这是特别重要的 所以我就希望 祝大家今天初一快乐 然后给一年带来好心情 欢迎何平导演 大家知道吗 双旗阵刀客呀 天地英雄啊 都是他拍的 是吧 了不得 太太特别漂亮 这个我是 最羡慕就是这一点 回头的 老夫少妻的典范 好 咱们这个扎贱英老师 这是在这个美国啊 这个学习工作多年 被称为海归什么第一人之类的 不是 海归里边的女节 女侠扎贱英老师 咱们欢迎她 你来拜年吧 好 祝大家新春快乐 因为呢 我们可能在年末 遭遇了那个意外的雪灾 但是我希望呢 中国的老化 瑞雪照封年 最后还是能够实现 希望我们剩下的一年里边 能够化险为夷 逢凶化吉 然后在 08年8月8日 这个盛典和平 进行 然后不仅国运昌盛 这个国家希望是越来越自由民主 安宁 然后更希望 所有的中国人家家平安 人人快乐 很重要 我发现基本上你把温总理的词都说了 到咱们这个徐老师 是咱们岭南大学 知道吗 就是拍色界那个电影的那个大学 就是岭南大学的教授 徐子东老师 咱们听家拜见 这个你们把好话都说完了 你准备来点坏话吗 我知道现在有一个成语新姐 去年有个人在湖南长沙 这个高速公路上下来以后 他说度日如年 可是我知道度日如年什么意思吧 就是吃吃喝喝欢欢乐乐 每天像过年一样 祝大家度日如年 会说话 会说话 你看咱们这些嘉宾都这么会聊天 所以今天呢得听听他们 今天他们的任务是当评委 我们跟人家 咱要学就学大的 咱学奥斯卡 我们搞我们的闹斯卡 咱们这些闹斯卡 今天的奖项进入到凭什么呢 叫做最猛人气组合 我们凭的呀 还未必是什么娱乐圈的事 咱这个在座各位嘉宾一年来 都凭点天下大事 所以我们把年度的这么多大事 推出五个候选的人气组合 待会大家一看到 你都会觉得挺熟 不过呢 咱们先来开个头 看看我们今天最猛人气组合的宣传片 来大屏幕 在过去的一年里 他们是生死相依的战友 他们是不共戴天的仇敌 世事纷纭难得解 在乎人后人前 当面算账不算账 背后枪枪真枪枪 枪枪新春纳斯卡年度最猛人气组合奖 今日揭晓 这个今天揭晓啊 今天怎么来揭晓呢 就要从你们的手里 选票里得到揭晓 哎 你看看我们这个手中选票啊 这五个候选人 为什么叫人气组合呢 因为好多事啊 你发现它是一对一对的发生 哎 总是两两之间 它形成一种关系 这关系啊 它有的是冲突的 有的是和谐的 有的是合作的 对不对 那最猛 就得看看你们各位 是怎么理解的 阿宝你怎么理解猛啊 猛 我觉得今天既然是闹斯卡 当然就是要热热闹闹的 就是声音最大那种叫最猛了 大声光 对 其实像我们每次都会讲一些 比方说遗珠之汗啊什么的 那我既然来自这个台湾代表 我真的忍不住 其实 去年台湾最猛的一个组合 可能我想在内地大家都也小小忽略了 就是上吐下泄莲庄 上吐下泄莲庄 是三个人 所以是一个组合 这三个人呢 有人说他们其实是压垮民进党的最后一根稻草 你看他们名气大到这样 他们分别是杜振胜 谢志伟 跟庄国荣 就是台湾什么位教育部长 教育部长 杜振胜 对 还有新闻局长 谢志伟 还有一个是也是教育部的 谢志伟有点像你爸的名字 没关系 然后另外一个叫庄国荣 也是教育部的官员 杜振胜我想大家可能在这些年来都看过很多跟他有关的新闻了 那比方说去年又闹了一些很妙的新闻 比方说像把成语新编嘛 他把三只小猪也变成一个成语 我真的很想听听如果大家一起来用三只小猪来造句的话不知道会是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成语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词典里面的新解叫做打炮 打炮 对打炮他们的解释叫做放鞭炮 还不是我们一般理解的那个意思 所以呢那个时候网络上就有一些网友说要过年了哦 我想杜部长每天都会在家里打炮哦 你怎么又不是这一种的 那至于庄国荣先生呢 其实是因为说一些话 比方说马英九是小孬孬 小孬孬 然后呢还说如果那个什么 郝市长如果要跟他辩论的话 他要让他哭着回家找妈妈 然后这三个人我想在去年占据了台湾各大版面有一半以上 比陈水扁还要猛了 好 欢迎阿宝给我们推荐了一个来自台湾方向上的 但是这个很遗憾 咱们今天呢 对啊 在北京避免难免有点大陆中心主义啊 这个最佳人际组合没有把你说这上吐是下泄 练起来 但是阿宝你也算帮他们扬名了啊 现在今天咱们展示一下 我们正式的我们选出的推委会选出的五位 就是五个人际组合 请看大屏幕 腔腔新春闹斯卡 最猛人气组合奖 入围的有 股市 房市 猪市 神话 股市起起落落 房市浮浮沉沉 猪肉一路看涨 这个组合让人们愈先愈死 愈霸不能 腔腔新春闹斯卡 本年度最猛人气组合入围者 股市 房市 猪市 彭宇和老太太 南京好人 南京老太太摔了 小伙彭宇服了 古楼法院判了 全国网友急了 路边的老太服不服 善恶竟由谁分说 腔腔新春闹斯卡 本年度最猛人气组合入围者 彭宇和老太太 杨二和芙蓉 金刚与变形金刚 小伙彭宇学生 还是 这会购靠 本年度最学全筝 和老太太 关于世界哈 第五 Elizabeth 确认 他是 她在我面前会自残心悔的 还是走好了 她还比我高 腔腔新春闹斯卡本年度最猛人气组合入围者 杨二和芙蓉 2007年朔也一直在骂人 其中最长一回是在一档心理咨询内节目的现场 持续时间长达13分钟 我对我个人看法你不适合蹬出去 知道吗 你蹬出去干嘛呀 我们在节目里都没用嘛 我们在那聊的时候聊到 我对他个人 这是我们个人的看法 你又不通过我们 你出去给蹬出去 你什么意思 因为当时我就问过了 你问过谁了你 就说当时那个导演 当然捡了 所以说千十三根根本就没说这事 我底下说好多事呢 你都给我蹬出去 说也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枪枪新春闹斯卡本年度最猛人气组合入围者 王硕和记者 广州某银行ATM机爱上山西打工小伙许廷 一百七十元存款取出十七万现金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 许廷一审被判无期 枪枪新春闹斯卡本年度最猛人气组合入围者 许廷和APM 好 这个看了刚才这五项 我想这个观众啊 电视机前的观众大概心里啊 也自有分数 都是这个2007年 不是应该说猪年啊 特别火的这个事 但是看了刚才这个 我先问问 咱们先初步汇总一下各位选委的意见 从谁开始啊 我发现刚才马先生看着一直乐的 马先生乐啥呢 不是我这个看那个那个 那个福容姐姐 他们实在太可笑了 我一开始分不清 我觉得俩人是一人 后来我一看了看是两个人 身材都是丰满型的 而且他们都戴了假发 是是是 那个我本来我认的羊儿 所以我就在那上面 我都看不出来了 所以我就在辨识 后来我发现在地上那个 趴着像猫一样的那个 应该是福容对吧 福容姐姐这个 跟我们那肥猫游的友谊拼 这很可笑 那你要让你挑一个 你是不是肯定得挑这个 羊儿 第一轮我得把它挑上 他说以猛这个标准 我觉得足够了 马先生喜欢猛女啊 阿宝呢 我本来 我本来就坚决会投给那个 股市房市跟肉市的 但我刚刚看完你们那个片头 实在剪得太好了 我实在也蛮想投给羊儿跟福容的 因为我觉得他们很符合 所谓猛这件事 因为那不是一般人 勇于尝试去做的事情 我听说是福容姐姐 曾经遭遇过一次车祸 被卡车撞了 所以她的脑子可能略微有点问题 我觉得大家老拿她来说事 说实话不是太人道 有点不太闻密 不是不是 张老师 你这叫里外不是人 我跟你说 你这番话既得罪了福容姐 也得罪了她的反对主 我不怕 我不怕 我是看着那种 英雄儿女 你知道就王诚向我开炮 我是看那长大的 我不怕人家开炮 我是觉得这个事情 这个我说的是 一个个人的看法 我是对这种 职业自我推销专业户 我就不感兴趣 自从我有可能有一个 就是听了她这个卡车车祸的 印象之后 我觉得好像 你说她是故意的还是不故意 她心里那个坚强是一般人都没有的 她在那个台上像猫一样那样打了 你别这么当那么多人 你自己一个人在屋里那么多玩 你站起来都对自己不好意思 你别说对着那么多人了 那心理素质超坚强 一般人受不了 超猛 我隔着这屏幕看 我这都不好意思了 你想想 你没被卡车转 老骨都 老骨都 你被卡车转 扎老师一直坚持车祸阴谋论 那何道的 哎呦 我觉得 我其实还是 还是喜欢这个 骨防肉 骨防肉 这简化 防肉 这词听着怎么那么黄呢 因为我觉得骨防肉啊 骨是防是肉是 骨防肉好听 骨防肉 骨防肉 骨防肉怎样 这骨防肉是 是比较 比较猛的 嗯 因为去年 07年啊 是这个 这个变化 莫测 我觉得 而且设计的面也太广 哦 其实 设计的人也太多 哦 核岛基本上还是这个 优国优民片 你从这个角度来说 那他的确是 股市牵动多少人 这个房市牵动多少人 我 我为什么呢 我就这次 这个前一段的 这个南方的这个雪栽 嗯 雪栽呢 我我我看报纸上有一有一个事儿就是那个修电线的湖南那面还是贵州那面修电线的回了家的工人干了大概70多个小时回到家第一句话老婆告诉他说肉涨价 所以我就觉得他是那么一个就说就说那面是在强险就在市场上的老百姓的那种消费实际上每一天在在涨 但是我怎么觉得没人选这个其他的 我我不选杨二 但是我以为我选的呀 我要我选我就选 王硕 因为我觉得比较有感受 我是非常同意他的这个说法的 咱们就别别说他骂了记者 把那些那个骂人字挑下去 我觉得他说的理非常对啊 这个公司部分而且现在在一个媒体的时代 这个记者没有职业道德 然后大家就是消费者消费这条新闻的也没有觉得这个隐私权受到的侵犯 然后大家都不懂就是说实际上私下说别人的坏话或者真实的看法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你作为一个传播者 你去传播到一个公开的场合去传播这个坏话或者这个坦率的看法 你是非常不道德 你是非常不文明的 还且不要说作为记者 你没有基本的一个职业的标准 王硕 王硕我觉得他呀 他基本上就是从初年这表现 他是一个特别横腻的姿态 他算是一个说跟这八卦媒体 跟脏媒体宣战 整天在那个网上啊 就就骂说那个你们娱乐我 我娱乐死你们 就是他是这么一个姿态 就等于 但是啊 刚才扎老师说的 我去我联想起最近这什么照片门呢 这个事件呢 我我我倒也觉得是 这社会我我有一种感觉 我觉得有点杀不住了 对 你就杀不住了 就是哦 那么那么隐私的 人家床上的照片 好家伙哗啦啦 就散到网上 这是犯罪啊 法律会处理 人已经抓到了 这这这 这简单 这就是犯罪 这这等于是 是 侵犯隐私 但是他没有 我觉得他不带来道德 不是他还有很多的事啊 你比如你现在 网上一出来啊 甚至于主流媒体 咱原来说什么美联社的 什么工作守则呀 我们学新闻的嘛 你比如说至少要有几家 同时的消息来源 你要调查何时的 那美国调查一个 克林顿的性丑闻 那这个记者花多大功夫 你得你得事实确凿 对 现在这个你网上 谁写了什么 啊 我我我我看他上夜总会了 汤汤的报纸直接登 他算有一出处了 有一出处 他就登几百家 所以我就觉得 这社会有点杀不住 不其实啊 我觉得就是你 呃都都有点急 你看刚才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那个杨二啊 和这个福荣哈 你看那个 撞不撞车 是另外一回事 人急了 急了吗 急了 到底一定 都急了 你知道吧 因为杨二出来都是很小 怎么早 早不这样啊 啊 为什么这个年龄了 开始急了呢 哎呀 你比如说包括王老师 王硕老师 嗯 以前也不这么公开的 怎么弄 但是他的性格 我们都好朋友都了解 他就比较直接的 嗯 但是你看 哎 也是 这这07年 有点急 有点急 你说那个跟那机器 机器也急啊 你说人家割一卡 你老给人吐钱 你急不急 你也急 嗯 对吧 你们老太太和这个彭明宇 都是急 你就全是急 还真是 急在哪了 都急在这个 股房肉上了 对不对 你说大家能能赚着钱 股市能赚着钱 很很平稳 房子很便宜 大家都能住进去啊 物价也很稳定 过得很太平 后边这几件事就没了 所以王硕有一句话 他就说呀 为什么说现在社会力气重 有人跟人之间好像都那么冲突啊 那么拧巴啊 他觉得是社会矛盾太尖锐了 这个这个讲的针对 急啊 急了以后就越界 他因为自己的这条轨道上 他看不到头 他排队排不到头 然后你看都是越界 我们整个这个选择 就是一个无厘头的 就是一个 我们找的就是越界 我们看上去讲人组合 其实都是一些越界的组合 人跟机器 你看 这多奇怪啊 人跟机器 我刚才这看乱了 他肉饰 我看成那个后面 这个 那个人滚来滚去 我以为这个讲肉饰 后来才知道 那个是另外一个 刚才这个 和岛说了一个急 我觉得还有一个 就是赤裸裸 这些事情 你看这个 这个 这个 股市房市咱别说了 这个大家都是 都是希望发财 挣钱 是吧 这个这个 杨二这个也是 真是赤裸裸 你稍微好像含蓄一点 都都都来不及了 像这个 这个记者可能也是 急着要发一条 有料爆料的这个消息 赤裸裸 把人家 人家说赤裸裸的话 在一个隐私的场合 是没有错误的 我们从小其实 如果长大被教育 就是说要说起来 好像是在教育 你在伪善 对吧 但是其实你要知道 文明其实就是一个伪啊 这个伪背后 是一个更高的善 像王硕先生 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有在网上看到 那一段视频 十几分钟 我从楼到尾都看了 我其实心里 没有我心里觉得 他真的挺傻的 因为我觉得 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 真的已经不一样了 像刚刚老师说的 私领域啊什么的 其实像我们在港台 尤其是像做艺人的 我们早就 不是说放弃了 而是我们已经意识到 其实 所谓私领域真的 你真心只希望 你关起家门来 没有人拍你而已 你知道像香港的 很多艺人啊 他们的窗帘 是中年不打开的 因为他们在家里 不管做什么 都有人拍 任何的事情 这就是鼠年的标志 窗帘不能打开 胆小如鼠 不过 香港艺人 活力比较旺盛 我刚才讲了一句话 使我非常思想 就是说他看这个 他都觉得羞耻 为什么呢 我在想 很简单的 这是镜子 这上面都是人 我们都是人 明白没有 就是说你在笑人家 你自己是人 所以这些都是镜子 你笑人家 你不就等于在笑自己 是是 对 咱们这个鼓掌欢迎 刚才一轮 咱们这个初步 征询了各位的意见 但是呢 第一轮五进三 他们到底会选 哪三对组合 这个完全不知道 那么现在 咱们开始投票 你肯定想知道 刚才我们这五个评委 每个人画三个 最后画出的结果是什么 哎 我觉得有人可能有点心口不一 怎么刚才聊的最多的 反而没有能够入选 好 现在啊 我宣布 第一轮投票结果是 哎 啊 你看 许婷反而最少聊的人 大家都选了他 这许婷和ATMG 五票 全票 反而刚才我们聊的最多的 王硕 和记者 两票 芙蓉和杨二 哎呀 这个有点可惜 你们都聊 都爱聊他 怎么没投他呢 他才两票 现在看来另外两个是 平票 所以第一轮产生的结果是 许婷VSATM 彭宇VS老太太 和骨防肉 是这三项 哎 哎呀 你们就这么着就把我们杨二和芙蓉给舍弃了 就是啊 我还投他票 那刚才还怎么那么爱说呢 嘉老师你投了他吗 他肯定 我肯定没投啊 我第一次和他说 和他说骨防骨防肉我就听错了 我以为说乳防肉 我也是听 我没好意思说 走光 他怎么把这事就说明了呢 好 行 但无论如何 咱们这个杨二和芙蓉 咱们就忍痛割爱了 是因为是你们的选择 那么现在得出的三个选项 许婷 骨防肉 彭宇和老太太 这三个里头 咱们第二怕 你们要决定啊 去除一个 那我想问问 你们决定去谁 这挺挺难选的 因为因为那个老太太跟彭宇 跟那个许婷跟机器啊 都凸显了我们国家 现在司法制度上的很多问题 就我们这个法律当中的 这两个都是跟法律有关的问题 就一个是假定说他好心去救人 可是最后被人说他踩了 而那个老太太的儿子又是警察 这个中间这个事情很复杂 牵涉到一个学雷锋变成坏人的 这么一个一个事情 而且你知道就是这两件事 最后法院判这个南京的 这个彭宇和老太太呢 叫吴过错 但是吴过错呢 说是按照什么公平合理的原则 您呢 赔他百分之四十 就赔几万块钱 但是你听这两个人说的 我就觉得 如果说彭宇说的确实实情 那你知道就是一个什么故事 就是一个帮人帮到底的故事 说下公公汽车 光机看 看见老太太倒了 我把老太太扶起来 然后另一个人给老太太的儿子打电话 老太太的儿子好像是个警 有一个儿子是个警察吧 然后老太太儿子来了 来了呢 他儿子就跟这个彭宇说 说我一个人呢 弄不动我妈妈 你跟我一块把我妈妈抬上车送医院 彭宇想 好心帮到底吧 就跟他一块上了车 到了医院 到了医院之后呢 他儿子说当时没钱 然后彭宇就说 拿出两百块钱 先垫这个医药费就借给他钱 说好了还 你看这是他的故事 但是到后来在医院里 老太太一拍大嘴 就是你撞的 就是你撞的 所以你知道这个事啊 他要说许庭 不是 不是许庭了 彭宇啊 如果是真的是冤的话 那这就是叫比豆鹅还冤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最可怕的 不是因为我觉得老太太可能 他年纪大了 可能也会误认 然后呢 彭宇是好心 那当然他也很倒霉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最可怕的是这个判决书 对 这个判决书上面写的 法庭的这句话 他说依照日常生活经验分析 他这句话写的很重哦 没错 建议勇为是去抓那个壮人的人 而不是救人 他说如果不是彭宇壮的老太太 他完全不用送他去医院 我也是听了 我觉得毛无法力 毛无耸人 但是我觉得他为什么触动了我们所有的人一根筋 就是大家都被闪了一笑 首先这个法院 他应该是凭证据判罪 他不凭证据 这点他首先不专业 他凭的是一个看断 正常生活经验 正常的生活经验又点出了 连法官都认为我们现在社会的绝大 不能帮人 你没害人 你怎么能帮人 咱们聊什么常理 常识 你如果没心虚 你为什么要帮他 说人之常情 我发现这反应都是说 按照人之常情 按照一般合理的 你不可能去救他 肯定是你撞的 说按照一般合理的原则 你不可能救了他之后 还去送他上医院 说按照人之常情 你不可能给他垫200块钱 就是我想起我拍炮了双灯的时候 在黄河边上很穷的一个县 那个全国最平均的60个县 其中有一个小镇 那个镇离县城非常非常远 除了邻里纠纷 没有法官也没有治安员 怎么办呢 那有一老大 当地的老大 当然说是从监狱放出来的 无期徒刑减刑 减完了以后 有法律经验 有法律经验 而且有权威 然后就是邻里发生纠纷 让他断 这都算什么 都算民事纠纷 他呢 我去那改剧本的时候 就看过一场 他怎么断 他怎么断 他就是这样 按情理是这样的 按那个你不应该那样 他不是法律语言 他说的这个太贵了 我觉得 他演出了一个中国文化传统理 情理不分 其实是情理不分 而且他是长老权威 我们这种 西方人老说 你们不现代 你们不法治 从我身上 我就感觉到 感情用事 感情用事 我在西方 你知道美国常年 就是上作率最高的一个电视剧 就是关于法庭的 我就一集都看不进去 我就发现 我这点人彻底是一个中国人 我对这种程序性的 干巴巴的 老要逻辑分析 我其实是不进入 不在我的基因里边 而我们中国人 其实普遍的 原来就是村里边 大家请问 美国人常常就是说 一看就知道这个坏的 可是证明出来 不能说他是坏的 大家还是对他没办法 而且事情审过来 不能重审 中国人说 一看就他是坏的 我感觉到 这个事吧 我感觉反倒是 他对这个所谓 长情的判断 就是说 如果说咱这社会 这就叫长情了 那这社会可够寒的 是吧 这是长情 就是帮人 不信 对吧 考虑这个事件 如果重演 把这彭宇换成角色 如果扶他 这人事宜要犯 后边这些事 还能成立吗 就是老太太的内心感受 可能发生改变 你看这个 像这个 在这里面是有感 你比如说 见着湿毛巾 才能拧出水来 就是一干毛巾就算了 你比如说 你比如老太太 如果医生跟他说 你这腿断了 什么必须要花几万块钱的 他当时也在场 老太太在场 小伙子也在场 老太太一听 这要花四五万块钱 这是一个心理变化 我们家什么情况 等等等等 对 如果说 医生说这个事情三毛钱 就解决问题了 老太太可能就让小伙子走 哎呀 大年初一 你们这样分析 咱们接下去这一年 你听我说 为什么呢 财富也是招灾惹祸的 因为这个 还刚才说 恭喜发财呢 恭喜发财的同时 职业习惯 他要再拍一把 恭喜发财的同时 因为法庭 法庭里 法庭里话 我研究下来 他的前提 判断这件事情的 合理性的前提 是社会上没有好人 对 这一点是最让人 这是他的定位 没错 这是非常恐怖的 这个碰瓷 这是法院非常恐怖的 就是他确定 这个社会是没有好人的 也不能绝对的 这个个别法院 他的逻辑是这样 认识模糊 对吧 咱们这个按照通常的 政策导向 咱们年初一 咱们年初一 大多数法院 还是好的 行吗 咱们祖国 大多数形式 还是好 碰见老人 还是要参扶的 对对对 大多数老太的 还是慈祥的 还是要做点事 那就是RO5 可以吧 常在江湖飘啊 哪能不挨刀啊 好 那咱们现在 从三个里头 要决定去除 一个 开始投票 天黑的 不一定是飞机 它可能是绯闻 喜欢动作 不一定是少林门徒 可能是中国男主 越老越高 不一定是大傻 它可能是房价 容易变质 不一定是食品 它可能是安门的良心 不一定 不一定 是好心怀奔地区 不一定 不一定 是真实家难分明 不一定 不一定 是好心怀奔地区 不一定 不一定 是真实家难分明 不一定 不一定 是好心怀奔地区 不一定 也不一定 是真实家难分明 是好心怀奔地区 也不一定 是真实家难分明 那么净 有点改变 有点改变 乳房肉被选择下去了 剩下的两个票数最高的 许婷和桂园姬 彭宇和老太太 这两项中选 怎么乳房肉下去呢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而且是影响所有 看来只有你们两票 我放弃了 你看他放弃了 你知道吗 我从来没有试过 因为你看我在内地做宣传 做了这么久 我前两天去拍一个杂志的封面 我第一次被记者问到说 那你们投资股市啊 以前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 我就知道说全民炒股 已经是一种风潮了 我觉得为什么不用选他呢 因为恰恰是他是明显的 最猛的人气 反而不具体 因为一亿股民 是吧 所有的家家买房 然后还有什么猪肉人人吃 除了回民 但就是说 他设计面太广了 反而咱没法谈了 我觉得 我是从那个角度 这个组合主要是一个人为的组合 就是你们自个儿都哪一组合 甚至都是天生有的 他不是人 对 你生捏了 他是人组成的 怎么是生捏呢 股价跟房价 当然密不可分的 跟猪肉有啥关系 跟猪肉也有关系啊 因为这个经济发展 才造成物价这么涨了 当然是物价 马先生日子过得太好了 这事你不担心 我们跟猪肉没关系 猪肉的 猪肉的 这个这个涨价 跟股市的涨价的关系 不是咱们在这能讨论 说出来的 不是我们说得清楚 关系非常复杂 所以他这个组合要说起来 还有其他的各种东西 那就没法说了 这是个中端经济的整体组合 我们假定他已经是最重要了 对对对 乳房肉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 但是非常的复杂 对 咱们把握不了这个重大题材 怎么那么多人关心许婷 这个事情 刚才一直在聊许说 一直有五票 没人说 没人说过 我说我为什么选他 我觉得这个许婷 这个有意思在哪呢 就是说他是人和一个机器的组合 对吧 然后这个机器呢 是给了他一个所谓的犯罪的一个机会 一个诱惑 我觉得这个作为一个象征 是非常有意思的 往往我们在处理这种人的贪欲的时候 我们是重罚 比如一个贪官 他贪了三百万 你就都恨死了 大家觉得要不杀的都不足以平民分 但是其实你忘掉了 忘掉贪官的犯罪的 对 他的钱哪来的 一个机制 一个制度 一种环境 使得他不得不 正常的人性 在这时候他都 他都 他都 不犯罪 他都不是不像个正常人了 说实话 他要不拿钱 他要走掉 就不合常理了 他就不合常理了 然后现代 就是他本来是诱使犯罪的 这机器 对 是吧 诱使犯罪也是罪啊 如果把它算成金融机构的一部分 对 按法律 那金融机构本身也叫做犯罪 他是受贿 那个机器就 就行贿和受贿都是有罪的 是吧 我知道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把彭 彭宇跟许晴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看的话 依照日常生活经验分析 常理 你拿这个钱是每个人都会做的事 对 法庭说你要是不拿你就很可疑了 欧洲有一件事是有一个小镇上 会员机坏了 没错 对吧 然后就全镇的人欢欣鼓舞都到这去取钱 取完钱以后呢 当然机器钱里说有数的嘛 取完了很开心那一天 全镇 然后呢 那银行来了那也没办法啊 也不追究 不追究换台机器 不能把那群人都探武器都行 对 这就完全了解 放大意义上 一个是刁民 一个是政府失误 嗯 你明白吗 你去摩扎机器失误吗 你不追求失误的责任 你这么重罚刁民 好 你们这说的都很猛啊 但是都是代表一家直言 这这事没你们想过那么简单 我注意他一个细节 他不是一次卡就把这钱全刷走的 对 他刷了一百七十一次 对 他里头有一百七十多块钱 就是每次刷一块 他会少掉一块钱 哎 如果他这里连那一块钱手续费都没有的话 我估计他那 一直到警察抓住为止 他还在那 哈哈哈哈 他就不会离开 就变成一只刷到大年初一 说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对对对对 这有一个问题 张老师刚才说的有一个问题 有多少有点问题 就是他跟那个贪污受贿 明显的是不同的 嗯 他这个跟那个可以主观索取 他有完全的犯罪故意 跟这个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为什么大家都觉得 这个量刑过重呢 就是这人的自律有点问题 但是行贿受贿 我觉得它是一个象征 是不是完全相当的事情 所以 但是比如说如果一个人行贿 一个人受贿 你到在这种时候 你会判双方对吧 行贿的人 你也会受贿 你也得负点责啊 而且行贿 为什么他要行贿 我们这么介意好不好 他那无奇图形有一半 就罚那机器 这个彭宇和老太太 许婷和桂元姬 这两个话题 咱们都经过了充分的这个讨论和斟酌 现在呢 你们先别话 我先问问你们 到底选哪个 徐老师 我想哪边扫 我就投哪边 好 中间选名 大老师 我基本上也是这态度 我觉得这两个 其实哪个都可以 哪个赢都可以 好 何老师 那我就必须选一个了 必须得选一个 我还是选这个 彭宇和老太太 彭宇和老太太 好 阿宝 许婷ATM 好 阿宝选许婷和桂元姬 马先生 我也是 这个ATM机 ATM 不是我也是ATM 我也选 这个 老卫多 老卫多 你对钱一丝的 就泄露了 你对金钱的态度 而且就会 大家我们都冲着他去了 你还别说 你们看马 马先生坐起来 这方头方脑的 还真有点像 像贵元姬 马先生多给我们 涂点钱的 马财战 我直接就把卡给拿走了 好 那现在就是 这两方是中间选民 你们这两方呢 俩 俩贵元姬 一个彭宇和老太太 对不对 彭宇老太太 俩贵元姬 俩贵元姬 那么 我建议阿宝 阿宝 为了捍卫你的选择 你来争取这两位中间选民 你任选一位 你认为你最能打动谁 你最能说动谁 靠你攻心战术啊 我这辈子都说不动许老师的感觉 我告诉你 许老师最喜欢美人计 那我要弯着腰 那个 跟他说明吗 不要再老五灯以后出现 对 我们下面都保障 直接走 你不要老五灯 你表面上看 他碍于教授身份 他不敢犯错误 可是越是这样的人 他越色戒 你知道吗 他心里 非常的复杂 对 你就跟他直接谈色戒 他就全乱了 我真的建议 你选徐老师 你选徐老师 肯定特别有意思 我选徐老师 你们俩女的有什么可说服的 徐老师欢迎 来 来来来 阿宝 咱们来到这里 因为徐老师 你是被说服的中间选民 所以你有这个待遇 你可以坐下 阿宝呢 因为是你要争取的 你要争取徐老师 站在你这一方 我看看 咱说了 这个小之以理 动之以情 幼之以利 是吧 弥之以色 我都不反对 一分钟是吧 一分钟 那我要靠近一点吗 当然你抱着都行 今天显得多亮丽啊 徐老师 可以可以可以 你看那个眼睛片后边都发光 浮夸了浮夸了 其实我之所以会选ATM加许婷 只有一个理由 因为我觉得 彭宇跟老太太这件事情 说实在的 我没有审问过两方 就我不知道 说不定 如果真的是他 我不知道 那我也只是看这样的新闻报道 然后我们刚刚是一面倒的 觉得有问题 我们假定 对假定了 所以我们刚一直是说是判决书 出来的时候 我们觉得心很寒 其实主要说的是这件事 但许婷跟ATM这个问题呢 将来是可能会不断的延伸出来 有很多很多的影响 跟有很多很多类似的状况会出现的 那这个是新时代之后会产生的一个效果 所以我觉得 正气里然的部分 他还需要点别的公式 他不要 他这是不要 你知道吗 讲讲交情啊 咱们十年腔腔的交情 徐老师 不用了 我想说是 你看徐老师马上就站起来了 不是你喜欢的 我表示是他喜欢的 徐老师是要知道 我知道他喜欢 所以我的感觉是 我觉得就延续性的情况来讲的话 其实我会选ATM的这个问题 好 东奔理解了 现在徐老师 谈谈你的态度啊 你刚才阿宝这么一番攻心攻势 你准备做改变吗 我有可能啊 我回去再想一想 但是阿宝刚才说的 在你心里引起了什么内心变化 我觉得他讲的有道理啊 那你讲的就没道理了吗 我讲的也有道理啊 他很难说服的 没错没错没错 这个咱们能理解啊 谢谢谢谢阿宝 现在投票 好 那么现在我们第三轮投票 最后的PK大奖结果就要出现了 咱们首先请我们的五位尊敬的评委 到舞台上来 来咱们掌声欢迎他们 今天呢 多亏是他们在这里讨论啊 而且的屡次的改变主意啊 反复多变 几次投票 最终选出来了 现在我宣布 枪枪新春 闹斯卡 最猛人气组合得主是 哎 许婷和ATM 许婷和桂园机 建议领奖人 马卫都先生 因为马老师说 其实我也是桂园机 请 有请马老师领奖 大家看看 我们那个闹斯卡的奖杯 非常光荣的奖杯 由马老师代表桂园机领奖 这有点像乎 太像乎 没错 马老师一眼就看出来 这就是比这芙蓉姐姐的身材 刁荡 最后的 那马老师 按照我们的规矩 这个你也代表桂园机 来制一段获奖感言 请您他怎么说 这个 由于我的过错 给对方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我深表歉意 好 谢谢马先生 也谢谢今天的观众 在场的观众 电视机前的观众 今天大年初一 我们全体相较三人行 再次给大家拜年 拜年 接着下来请各位观赏 新春大满贯 走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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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平